OK,那接下来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如果今天希望,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每个月的第一天,其实呢,特别注意 在Excel里面的日期,它这个格式还蛮特别的 这个格式,虽然你看到的在这边是有年有月有日,中间加斜线 但是实际上存在Excel里面真实的存在 真正,叫做RAWDATA,原始资料的话按右键出生格式 那所谓的原始资料的话呢,你可以改成通用格式 它这边会出现是什么,42005 因为你讲说为什么42005 其实跟各位讲,在Excel里面1900年的斜线1月1号 这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Excel里面日期的第一天 所以你把这一个1900年1月1号,把它右键出成格式 假设你不要给任何的格式的话 它就会出现1 那如果你要下一天的话,其实就是意思是说啦 1900年的1月2号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2啦 也就是,其实它 那这个日期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数字怎么来 其实就跟1900年1月1号相比的话呢 差了这么多天啊 那这个是第一天嘛 OK,那如果跟1900年比的话,实际上好像相差142004吧 因为这个是第一天,就相差这么多天 那如果格式化的话呢 那你会想说,它为什么会显示出来是有年月日的状态 因为喔 它有时候会帮你 侦测 如果你确定这个 这个是一个日期的话 自动会帮你把它改成 有没有 一般是标准是这样 年月日 中间加斜线 那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OK 所以喔 以后你如果输入 日期的话 我是建议啦 你用西元年会比较标准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美国人设计的啦 所以基本上用西元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要用那个民国年的话 除非说你用繁体中文版 如果你不是繁体中文版的话 很抱歉,没办法 因为全世界只有繁体中文版才有民国年 OK 那这一道题的话 首先我们要自动加一个月 不过加一个月之前 可能你会想说,老师为什么 你不是说原始的格式是长这样 那为什么这边会出现的格式 它跟原始的格式不同呢 那为什么它可以变成民国年 然后呢 斜线改成点 然后呢 月跟日不足两码 自动补零 后面再加上周期 那这个地方怎么变出来的呢 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呢,第一个 除成格式的话呢 预设我们先把它改回来 假设预设 日期 假设原来是长这样 OK 那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可能还是要分几个阶段完 第一个的话呢 按右键,除了格式 如果它当然第一个 改 就把什么呢 把 这个 日期格式里面 原来它是7例 改成中华民国例 这个是第一个 中华民国例一定要改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 假设你没看到中华民国 你就不要改了 因为它你就没有 因为你不是繁体中文版 之前有同学常问这个问题 只有繁体中文版才有 如果没有 那没办法 你就不能变了 OK 所以 第一个我们这个有就改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 有一个是中华民国例 那我们再改成 比较接近的好了 比较接近哪一个 当然我不是要民国啦 我要这个 有没有 这个 它没有点 那没有点怎么办 它只有101 然后斜线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有 中华民国例 如果你没有的话啦 不然你就用西例去改好了 顶多是说 把那个斜线改成点 然后月跟日呢 自动补零 然后后面加周期 按年还是保持现年 没关系 那如果我有的话就改 中华民国例 改这一个 但问题来了 后面还有 所以 我 我 我